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块羊皮 这块羊皮呢 我有两块 这块我想给蛋奶做垫子 这块垫子就垫在副驾驶 因为这块垫子足够大 可以把整个副驾驶都这样盖起来 这样呢 蛋奶睡觉呢 也会比较舒服 而且从视觉角度来讲的话 这样子看起来也感觉很温暖的 因为到高尚步骑那边会很冷 所以蛋奶一定要包好龙 这块的位置全部是蛋奶的 这个驾驶舱呢 其实说摆的是三个座位 蛋奶一个人就占了两个座位 我只能站一个座位 握紧方向盘 蛋奶太舒服了 蛋奶这样趴在这里肯定很舒服 但是有一个问题很严重 蛋奶那个小爪子 要是很脏的话 上来以后这个白色的羊毛 很快就被它踩脏了 这也是个问题 这羊毛也不好洗 从这里感受一下淡淡的新坐垫 一看就很温暖 收拾一下吃点东西马上出发 今天午饭 这个是我 就我在拉萨买的包子 叫永金包子 这个包子 超好吃 吃几个 吃四个吧 这个 这个是一个微波炉的一个专用盒子 里面加了一点点的水 然后盖上盖子 扣起来 您将微波炉里边转个 一分钟半就差不多了 这个包子呢是拉萨很有名的一个包子 有没有名我不知道 两块钱一个 每天从早上到中午 吃包子的人都是排很长很长的队 非常好吃 我已经吃了好几次了 好多回了 这次走的时候就买了十个也不能买太多 因为买太多的话担心 会坏点 十个嘛够吃两天了 可好吃了 泳金包子 大家如果来拉萨的话可以去尝一尝 蛮好的 珠姆拉玛 包子 弄一下 四个包子 今天中午饭也就这么吃吧 解决了 OK 螺水 这个是鲜肉包 非常好吃 这个包子两块钱一个 两块钱一个的包子在拉萨其实是算很便宜的了 大家有吃过那个杭州的小笼包吗 杭州小笼包 在这边一笼是十二块 十个 哦不是 对十个 一块二一个 那个包子只有这个一半都不到 这个是 不香菇的 每个口味都不一样 吃完上路 整装完毕 出发 蛋蛋你的心电子舒不舒服 嗯 蛋蛋 心电子舒不舒服 软不软 羊毛的 舒不舒服 好 你到你的心电子上坐好吗 别不好意思啊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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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着完毕了 快点出发 哈哈哈 这个垫子你怎样晚上睡觉肯定舒服的 羊毛垫子 十一点四十六分了 嗯 蛋蛋平时呢坐车的时候都是坐着很少趴着的 但是今天他趴着 嗯 因为我给他换了一个羊毛垫子 特别舒服 你看他的迷离的小眼神 是不是很享受 是不是很享受 还不好意思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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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